这只相比来 镜头会比较大 好可爱 这个Almond的颜色 然后后面是黑的 哈啰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Justina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呢 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来 久违的大开箱 因为最近呢就是刚好一次过 手滑大出血 入手了几样好物 所以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开箱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吧 这次除了一些自己买的以外 有一些是厂商送的 我也想一起来开箱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就从小的开始 先拿了Louis Vuitton的发夹 它其实就是一个 monogram printer 的这个发夹 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通常呢 我会绑一半这样子起来 然后再夹上去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话说我没有这一类型的发夹 我每次用的就是这一种 就是一连串把头发夹起来的 就是一连串把头发夹起来的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觉得爱上了它 我觉得它是可以搭配我很多穿搭的一个饰品 那接下来我入手的呢 就是这个iPhone 12 Pro Max 这一次收到这个iPhone的时候 虽然我在网上有看到 但是还是觉得它特别的 比起之前呢真的是薄了好多 然后我这次选择了这个蓝色 然后这次买的也是512GB的 因为我觉得512GB才足够我用吧 照片太多了 这个手感很好耶 因为我的iPhone 11 Pro Max 相比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耶 可是感觉上这个 这个的camera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 然后我本身是比较想要用大型的电话 就是觉得很好拿 这个是啥 哦 这是那个iPhone的pin 然后是这一个 cable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盒子这么薄了 因为它只有这些东西 就是连插头都没有嘛 反光了 我很喜欢这个形状 它就是比较感觉上就是比较方 Hello Sony ZV-1 那其实我现在拍着的就是这一家相机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因为相机在拍着 然后这次我入手的是白色的 那时候Sony一播说有白色就 Oh my god 因为一直来我的影片呢 如果是自己拍自己的话 都是用电话 而且我觉得画质不怎么好 我也想有一台属于自己的vlog的相机 就是可以拍视频的相机 然后我也有看过 我用这个黑色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白色的 然后里面有cable 然后再来就是64GB的这个memory card 就是它们有附送memory card 还有这个hand cuff 就是给你可以手抓着自己的这个hand cuff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用这个相机来拍视频 感觉上画质很不错诶 大家觉得呢皮肤是不是滑了好多了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相机 我已经把这个毛毛的收音的东西已经放上去了 然后memory card我也放在里面了 batchery我也放在里面了 这个screen是可以打开的 这样子拍自己的话很方便很多 如果有这个front mirror 整体上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这个也是LV的 就是这一顶帽子 之前我有在IG story问大家要买哪一个入手哪一个 然后这个是最多票的 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它的monogram 后面是黑色的 我觉得也是很好搭 它其实穿起来的 这个牌我还没有脱 它其实还穿起来感觉就是很舒服 对它这里是可以挑的 这样子了 前几天买的这个BOTEGA 它这个是有点大格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我也是在IG有给大家把我投票选颜色 因为真的是太多颜色 而且都很好看 然后我最终买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颗 咖喱包 这个包包我也是考虑很久了 其实我在网上看的 喜欢的是另外一个颜色 可是那一天在他们的店选的时候 才发现不是很适合我的肤色 因为太浅了那个包包颜色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然后它就是有这么大条的金链这样子 它里面也是蛮宽的 它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所以它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装很多东西 有些人就是有DM我说 这条链会很重 就是因为我实在还没放弃什么东西 还没有觉得它是重的还是什么的 我给大家看 它就是这样子 再来就是厂商送的一些礼物 先开箱这一个吧 这个是Car Legos Belt 其实我在IG有铺过 这个牌子的OOTD 大家可以在那边看 第一个就是这个 Car Legos Belt的T-Shirt 再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裤子 白色 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Print 再来就是这个Bucket Head 我很爱的Bucket Head 它其实是两面的 黑色和这个Print 再来就是这一件 Neat Dress 它是一件裙 它下面就是这样子Bick的 我觉得这个风格 真的是新尝试 因为我觉得穿的裤子比较多 I mean有follow我的人都很少会见到我穿裙子吧 再来就是这个 迷你包包 这一个也是今年很流行的其中一款 就是这个 真的是超可爱 然后它就是 里面是这样 很百搭的感觉 很百搭的感觉 也刚好今天我穿了黑白 配起来真的很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 Blush的 新推出的产品 我们来一起看看是什么东西 Beauty Sleep Face and Body Mask 这个是我跟我妹妹最爱的戏 就是那个 Sleepy Product Range 然后它现在推出了新的 这个Beauty Sleep Face and Body Mask 接下来就是有这个 Midnight Lipstick 四支 这个不同的 Lipstick 然后其实呢 Lash都是 用这个natural ingredients no animal testing 都是用环保的这个概念来呈现的 这个是Trasher的 Ruby 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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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种 好香 然后其实 Lash它们家的产品都是很fresh的 所以 要注意 那个 X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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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这个 Beauty Sleep Face and Body Mask 这个是我超级无敌期待的 它是紫色的 它是紫色的 就整个系列 其实都是紫色的 很喜欢 超级无敌期待 谢谢Lash 接下来这个就是 来自Dram Elephant的礼物 这是一个 迷迷的 这个行李箱 现在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 拆出来这些产品给你们看 最后一个要开下的就是这个Dyson Air Red 这个其实是 算是Limited Edition的吧 然后它是 POPER COLOR 然后有看我IG的人都懂 我一直开箱的 只是还没给大家看 我使用后的心得 然后等下我就会放上我卷头发的那个视频 给大家看它是有多好用 这个把它当成礼物送出去真的是很不错耶 因为你看它的包装就是很完整 就是当然是送给爱人啊 或者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 当你要用的话你就直接这样放上去好了 然后它其实这里就是有那个给你一锁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那个Volume 然后这是On Off 然后这里是那个温度 那如果你不要拿来吹头发的话 卷发也可以 就真的很方便就直接这样擦进去而已 就这样 那我个人是用这个跟这个colour比较多一点 如果就是要方便 吹干 头发又不会搭结什么的 我就直接用这个酥子 来酥 还有吹干 这是懒人必有的东西吧 而且我最喜欢它就是你卷发的时候它不会烫伤 因为之前我用的那些colour都是 如果你不小心动上脸的话 它真的是会会溶那种 会有伤口 然后这个是 就是好像吹风机这样子 就把你头发卷好 真的是很方便 然后我只需要就是带这一个 带这一个 还有这样子就可以出门了 就如果去shooting或者什么的 就是不用再分开带两个东西 好的以上就是我败家所有物品了 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可能会在我的IG story跟大家update一下我使用的状况 那看完这支影片大家觉得哪一个物品是最值得入手的呢 哪一样是你也物色很久了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个like subscribe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